不好 我们已经暴露了 屏蔽 快点 快 快点 上来 上来 上 上来 大长 没事吧 死不了 快搞不好的 就这工具 在这里要进行强攻 快让他马上排兵 火村增援 快上快去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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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 跟上 队长 小狗 快点往那边撤 小心 漂亮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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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你叫龙小狗是吧 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 你又成为一个最好的狙击手的天赋 可惜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 你看共产党给你配的什么烂枪 我的枪 如果你在我的手下呢 我会给你配备美产的村田狙击步枪 不论精准度稳定性 都是全世界最好的 正所谓好枪就要配英雄 柴福东的队伍里面呢 我最欣赏的就是你了 你是我们党国所需要的人 我呸 你 我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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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天之内发了两次 看来这次他们对次礼行动 还真是很伤心哪 我还是那句老话 这一定是柴福东的阴谋诡计 这次的发报时间 是十七点五十三分 这个时间 我们正在围剿他们的联络点 柴福东怎么可能有时间 一边和我们交伙 然后一边发伪电报 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呢 这怎么会不可能呢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这份电报上他们说了什么 这份电报是发给黎冰雪的 上面就有一句话 明天告知立具体次礼计划 如果这一切说的是真的 那么这个立冰雪是谁呢 这个李又是指什么人呢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李指的就是李宗仁 什么 李宗仁 不会吧 这个李代总统 充其量只是个傀儡皇帝 真正的实权还是在蒋委员上手里 再说了 李代总统成天忙着和共产党和谈 完全没必要去刺杀的 换个思路想 蒋委员长引咎辞职 李代总统出面跟共产党和谈 结果遭到了特工的暗杀 如果你是老百姓 你会觉得是谁干的 以我对柴福东的了解 他很有可能发的是假情报 用分散我的注意力 但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 对蒋委员长会极其不利 打仗打不赢就算了 舆论还一面倒 这样下去 大国真的是没希望 苏月 你马上去查一查 最近有没有可疑的人物进入南京城 是 我说老弟啊 我认为 现在咱们最棘手的是蒋千里 所以啊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搞好本职工作吧 这件事就算你我不查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查的 再说了 他毛人凤也不是吃醋的 我认为是蒋千里有没有可疑的人物进入南京城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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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